印度疫情持续以日增6万多例速度暴冲 最新通报62117例 全国220万人确诊 新加坡曲线陡降 月初一度突增近千人染疫 最新回落到175人 印尼继8号高峰 日增近2500例后 最新通报滑落到1893例 但整体曲线依旧上下震荡 全国累计12万5000多人确诊 中国单日染疫上月抵达百位数后 速度缓降 最新通报49人确诊 日本单日确诊1号以后 多天都在1500上下徘徊 最新再增1443例 全国累计近49000人确诊 南韩新增上月26号达到110多例后 又回稳到双位数 最新通报36例 再看到美国单日新增8号突破6万例后 连两日下降 最新通报低于5万例 累计近520万人确诊 最后看到欧洲 西班牙面临解封后 二波疫情 5号达到近6000人高峰 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英国疫情过去一周以来 高点为950例 10号突破1000大关 全国累计31万多人确诊 法国同样面临疫情反扑 3号逼近3000大关 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德国疫情震荡 过去一周三度出现 单日千人染疫 最新通报回落到近400例 bright 前迦 b 10-4号逃ja